这个杨医师、王老师他们当父亲当得很用心 而且真的也是天下的孩子来为自己的孩子 所以他们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心血 所以陈德听了也是特别感动 我们古亮寿经说 余诸众生示弱自己 像杨医师从自己的女儿的一个情况 他进而去体恤天下的儿女 甚至于是去体恤患病的人 所以《无量寿经》上说 心大悲明有情 我相信杨医师准备这一堂课 他花了很多心血 还去做培训四个礼拜 就是感同身受的心 觉得这刻不容缓 你看他忧郁症患者 他假如没有一个缓和的住缘 那他假如寻短 你说这是没有办法挽回的悲剧 不只是他的悲剧 很可能是他一家人 甚至于是所有爱他的人 人生的悲剧 遗憾 我记得好像是王老师跟我提的 他说19世纪 最严重的是心脏病 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最严重的是癌症 二十一世纪是忧郁症 那当然我们也体会到万法因缘所生 有他的因 有他的缘 尤其佛门说缘生法 显然这个住缘影响非常大 因为住缘殊胜 调动起每一个人内在好的善根 调动起他内在的力量 所以这个住缘很重要 好 那 是不是我们王老师先 跟大家交流 交流一下 好 这个 我很惭愧 我是一个农民 今天说话 有点文足对题 首先感恩 姚律师能够花这么多精力 把他个人的精力 把他个人的从医 家庭生活 各方面的精力 能给我们汇总出来 让我们大家 对这个 这种 疾病吧 有一个全面的认知 只要我们认识他了 我们认识他了 我们就有办法 去慢慢的去解决他 那么 我个人 一个农民的看法 不一定对 就是说杨一席都提到了 我想在这里重处一下 首先 这个精神类疾病 是我们这个时代 十分严重的一个问题 不管什么疾病 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 还是从这个西医的角度来看 任何一个疾病 绝不会是一个单一因素造成 是一个复杂的因素 多因素 长时期 特别比较重的这些疾病 像心理疾病 慢性疾病 都是长时期的 这种 因缘吧 因缘造成 那么 作为我们一个社会上的一个个体来讲 我们能够改观的 能够去介入这个 去对这个 比如对我们的亲属 对我们周围的人 做一个帮助的话 那也就是说 我们能够存 我们的家庭这方面 我们可能是最容易下手的 最容易处得到的 你说我们去改变它一个 我看刚才有一位老师说 孩子如果这个压力大 能不能给他停学 这个就可能就需要很多的因缘 就不是我们一个家庭 普通家庭能够做得到的 当然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可能这些一些重要的选择 我们可能就会做一些了 我在国内有些朋友 在加拿大有个朋友 有些他们的孩子的严重性 一开始都不是很介意 包括父母都不是很介意 就让他持续了一种没有变化的这种环境了 最终这种疾病的严重程度超出了 他们家庭能够承受的这个限度 那么最后呢 他们就很多人呢 就是出现一个什么 这个毁不当初 哎呀 就是说我当初如果不让孩子什么什么样 就是懊恼 那么说我们要对这个东西呢 有一个清醒的评估 那么杨医师今天给我们很多PPT文件 那么如果我们有一个清醒的评估 对这个事情的发展走向 我们能做什么 有一个清醒的评估呢 我们可能就不会说 哎 在几年 十几年之后 我们再说我我我我我当初应该怎么怎么样 那就对这个病人对我们家庭都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个人就是对这个情绪低落 啊 每个人都有啊 哈哈哈哈 我也年轻的时候也年轻 对情绪低落啊 都有一个啊 啊经历 那么我个人呢 啊 就从我个人的职业来看啊 啊 我有一个啊想法啊 啊 当然这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啊 啊就是说啊 我们这个社会 现在走的这个路路线啊 工业化社会 那么他这个工业化社会啊啊 啊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啊 就是变化很迅速 变化很迅速 比如说我们以前可能乘邮车出行啊 啊 几天走不了多远 但我们现在都乘飞机啊 啊 这个无论是气候季节时差变化都很 啊 很剧烈 那么对我们生命个体来讲 我们的生命啊 不一定能够 我们的这个体力和精力的状况 不一定能够承受这种巨大的啊 变化啊 这也是产生的一个因素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特别是对一些小孩子啊 嗯 我小的时候呢 基本都是踩着大地啊 在山里 两个人跑步玩 这么长大 那我想可能 啊 比我年轻 年轻一些的朋友呢 可能就是啊 踩在楼板上啊 在这个 嗯 一种都市的环境里 慢慢长大 其实这种环境呢 对人的精神压力 还是蛮大的 还是蛮大的 啊 如果大家有这个 基因缘呢 还是要啊 带着孩子 包括自己啊 这个抑郁症不一定是针对孩子啊 其实更重要的 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情绪的调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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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到孩子到一种 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啊 啊 我也有感触啊 啊 当然心情不是很舒畅的时候啊 啊 啊 到小河边啊 为我们的子女做一些事情 吃的东西啊 所以啊 像陪种啊 什么时候 移植啊 他都很清楚 我要这样努力 才会有这种收获 我们现在的人 跟这个大自然 接触的太少了 他假如每天都看着 哦 这个菜啊 这个树啊 他就是要这样成长上来 他会不会起一个念头说 啊 我今天种下去了 我明天我就要吃了 有可能吗 他不可能这样 可是我们现在这种 在这种商业的氛围 功利的氛围啊 这种给予求成的心啊 太强了 他这个心一直在提起来 一直不能达到 越来越着急啊 越来越想控制啊 他身心的压力很大 他也会自己给自己这个压力 假如全家的人都是这种氛围 要互相都影响啊 所以刚刚说非单 王老师提到 忧郁症它非单一个因素啊 刚刚 杨医师也分析了这个内因啊 外因啊 这些因素在 当然我们现在要帮助 家人啊 先要 爱自己 欲爱忍者啊 先自爱啊 我们身心啊 整个要放松 要调柔 才好去负面 他人啊 刚刚杨医师 举到 很多父母你讲话的那种语气很 很刚硬的话 那不只帮不到 家人啊 甚至还可能让他更难受了 所以这个 刚刚杨医师有一些词啊 都特别重要 请听啊 理解啊 陪伴啊 这个就让陈德想到 师长有讲过两次 忘境还原观 在菩萨行当中有四点 随缘妙用 无方的 柔和直直 设身的 威夷住持有责得 普代众生受苦的 这个陪伴呢 不是一天两天哦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哦 所以这个陪伴呢 要很有耐性哦 这个是普代众生受苦的 感同身受 很有耐心的 去陪伴 那这个随缘 这个情况出现在我们面前呢 首先呢 我们面对的心态就很重要 假如我们面对的时候感觉到说 哎呀我怎么 我们家怎么这么倒霉啊 你这个心态就不妙了 那可能这一些事件呢 把整个家都弄得愁云产物都有可能 但是假如我们面对的心态非常正向 事事是好事啊 这一件事情 可能让当事人 了解到自己的人生 尤其在 比方说刚刚分析的 他的十一柱形 这些是不是要调整 这些是不是要调整 他的这个 思维方式 价值观 啊 是不是要调整 对他来讲 这个缘 这个缘可能让他彻底啊 可以静下心来反思啊 对于当事人以外的 父母也好 家人也好 我们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反思 我在对待他的过程 啊 有没有哪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所以有可能我们用非常正向的 心态来面对这件事的时候 那这一件事就是到场啊 这一件事啊 就是 帮助 自己明明得 帮助家人也明明得的因缘 所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得 在清明在子于至善 那请问什么时候明明得 什么时候是清明的因缘呢 那有可能 忧郁症这个事件 就是个机缘呢 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啊 就妙用了 所以今天 我们也不要只顾着听而已啊 还要会观察 所以杨医师也是随缘妙用啊 今天 对一般的人来讲觉得是不好的事情 但他很积极去面对它 然后要借由这个缘 整理的这么好的这些资料 供养给大众 但最关键的是他自己的改变 他本身 他的八字 我也不懂了 那他的性情 他就是很有阳刚气啊 他也是练武之人啊 但是他 他自己透过学传统话 他调柔啊 他也有去亲近师长的机会啊 师长啊 温良公姐 他接触到了 他也有去效法 慢慢调柔了 柔和直直 摄身的 所以 他女儿觉得 哇 爸 你的改变很大 我们的改变越大 我们的家人呢 对我们的信任 就越高了 以至于 不只是对你的信任 对你所说的 传统文化的信任呢 也会增高 假如我们做的行为 他就不认可 那他怎么去认可传统文化 进而透过传统文化来帮他呢 那威夷注词有则得 这是以身作则啊 柔和直指设身得 那是 言教啊 言教 要建立在身教的基础啊 所以包含杨医师对家庭的敬责 甚至于他当医生 尽心尽力在护念患者 我们父母所做的 其实 孩子都看在眼里的 所以这个身教啊 很重要啊 你的改变越大 这个身教的力量 就越大了 所以传统文化 就是生活 就要用在当下的 所以我们跟着师长学啊 师长都把华严的精神啊 在启发我们 日日是好日 时时是好事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只要我们是用觉悟去面对每件事 啊 只要我们是用反求诸己的心 去面对每件事 那都不是坏事 那都不是坏事 只要觉了 无有一法 不是传统文化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都没有离开两个字 因果 三个字呢 因缘果 那我们觉悟了 我们都可以将每一件事的 原因找到 进而从因上啊 去化解这些事情 那包含今天谈到八字 假如以彻底的道理来面对他 了凡事迅说 人未能无心啊 终为阴阳所福啊 安得无数啊 这段话对我们 有没有指导意义啊 有啊 刚刚杨医师也提到了 忧郁症 加重 很可能是因为太关注自己的觉受 这些话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每一次 听课啊 也要拉回来自己身上 不能是 谁谁谁 谁是忧郁症 对对对 他太关注自己的觉受了 我们自己有没有关注自己的觉受啊 我们常常会 情绪化 很容易就不高兴了 不舒服了 看到什么人事 心情就不好 刚刚那个发问问题的 同道啊 他在观察一个循环 你是良性循环 还是恶性循环 一个人常常会情绪化 他每一天要种下多少负面的种子 这个种子 可能五年十年之后 他一个果相就要现前了 所以我们假如太重视自己的觉受啊 我们 很可能 在未来 在未来也会出现优异的状况 所以我们上一代人 他很有责任 他都是想着 家里的人 想着他的责任 他的自我觉受就弱了 所以我们呢 我们说 这个是我听王老师说的啊 善生阳 助人呢 你都去想着要帮助别人 善生阳 我们看很多癌症病患呢 那个可能也都跟 阳气不足有关系的 哎 结果 他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 年纪也大了 算了 提早退休了 开始做义工了 癌症好了 所以这个皇帝内经啊 这个内字很重要 好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所以阳气充盈呢 应该这些负面的东西啊 不会产生的 应该癌症也不会产生的 忧郁症也不会产生的 所以 行善 多关心别人的生阳 晒太阳 生阳气 尤其我们在欧美啊 这个能看到阳光是不容易的啊 我刚刚到英国的时候 说奇怪了 怎么这 英国人的房 房子都要建一个阳光房 好 这个我 我是在台湾 南部长大了 那太阳大得不得了啊 这个 不能体会了 原来他们的天气啊 能够阳光出来的时候是 鸡不可施啊 赶紧要出来晒晒太阳啊 难怪 这个 我们在英国一见面都是先 哎 今天天气不错啊 哦 这个都有他的 这个环境的因素啊 在里面啊 所以要多晒太阳啊 动身阳啊 要多运动啊 现在的运动太少了 阳气也太不足了 嗯 这个都能够啊 抒发 情绪啊 我印象很深啊 这个 有一次我到杨医师家啊 他 他们家的狗啊 我们刚好去拜访客人了 都有事啊 没办法 就把他留在房间里 房子里啊 回来门一打开啊 哇 他那小狗哇哇 一直叫 好 我在旁边感受啊 然后杨医师就一直安抚他 一直拍他 他他叫了好一会啊 慢慢慢慢就不叫了 但是啊 我听他的叫声啊 我感觉到呢 那个意思就是说 爸爸你怎么可以把我一个人放在家里啊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了 然后就一直叫一直叫 在书发 哦 那他那个安抚啊 对不起对不起 安抚他 安抚他 后来他就不叫了 可是让我更 更反思的是什么 狗会把他叫出来啊 人有时候不叫出来 哦 你看 这个 这个狗啊 他比我们对身体的觉受的感受 这种调整啊 敏锐多了 我们人好像失去了一种本能啊 可能是因为离大自然太太远了 哦 哦 所以 那个 我们看呢 把小狗一带出去啊 当然我不是说让大家要养狗啊 哦 一切随缘啊 大家 只是借这个例子啊 给大家体会体会啊 你看你出去遛狗的时候 哇 他那奔跑啊 哇 好高兴啊 哎 哎 他闷在家里啊 他他要释放啊 他要调节调节啊 等一下我们现在看孩子 他到大自然当中 他懂得去 去释放吗 甚至于他就关在家里 一直打电动玩具了 所以刚刚 这个 杨医师有提到了 哦 你要做他的助缘啊 你要拉他出去 外面走一走啊 接触阳光啊 接触自然啊 你假如不做他的助缘啊 他真的能够在家里睡一天啊 那个 越是这样啊 他那个 那个身心啊 就越来越消沉下去 哦 好 所以这个 啊 我们从一个跟自然息息相关的生活啊 现在便 住在都市丛林啊 这个真的值得我们好好啊 醒识啊 哦 还有啊 喜生羊 欢喜呢 会生羊气 所以要多说一些啊 积极乐观的好事 善事 互相传递这种正能量 喜也生羊 王老师还有什么可以生羊哦 我应该有漏掉的 你再补充一下 啊 啊 法师说的 都说到了啊 其实最自然的呢 就是 太阳 太阳 从外面的清新空气 这都是羊哦 我们人为的 就是 善能生羊 喜能生羊 动能生羊 啊 当然呢 最好 我们还是用天然的啊 太阳 自然的空气 啊 自然的清新的 这个空气 阳光啊 嗯 没办法的时候 我们才用人为的调节啊 大家也不要太拘泥这个 人为的 人为的调节 总是有限度的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啊 能够顺应自然啊 这是最好的啊 好 谢谢啊 对了 我又想起来了啊 这个 按时睡觉啊 这个最补养气的 哦 你熬夜了 那个是最伤养气的 哦 包含饮食方面呢 也多吃一些 啊 能 提升阳气的哦 不要吃太多啊 含的东西 哦 这个这个 我们可以多听 杨医师 给我们知道 好 哦 那 嗯 这个 哦 再再补充一点哦 刚刚 王老师跟杨医师也都有提到 哦 就是我们今天呢 要去 帮助人的时候呢 哦 教人以善物过高 当时其可从 这个我们要体恤到啊 他的状态 哦 要顺势而为 顺着他能接受的方式 啊 就好像 杨医师也分析到 他的 女儿 是学西医的 哎 这是他的一种认知 他的一种背景 好 哎 你顺着 啊 让他用西医的一些治疗 他能 比较能 接受 然后又有一些显著的 改善 他就更有信心 然后你再顺势的从其他的因素 再去补加 你要以一个他能够接受的方式 循序渐进 好 我们不要 不能说啊 我就相信中医了 然后一定要这样了 那就变成我们的执着了 我们现在很容易就 接触一个东西 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好 就执着在这个东西上了 怕的就是 又出现执着点了 好 出现这个执着点了 到时候误了一些时间应援了 人家都怪你啊 也 也得要反思啊 不能太固执了 处理事情啊 都要看客观的这些状况 顺势而为 好 这个是针对 生病的人 再来 我们去协助他的时候啊 不只是你在 是他的缘 你一家人都是他的缘 所以你在考虑一些做法的时候啊 也得要考虑到其他家人的配合 好 然后呢 其他的家人呢 要建立共识 甚至于什么 其他家人也要互念 好 我们不能 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我们就是只关注那个 忧郁症的人 好 刚刚杨医师也提到了 照顾忧郁症的人呢 有可能 他的内心也会 好 因为这些因素啊 承受很大的压力 到最后他也有可能会有忧郁的状况 好 建立共识再去做啊 会比较妥当 好 那 感谢杨医师 王老师 他们的授课 分享 回馈一下刚刚杨医师 谈到的 啊 这个 他们为 身为父母啊 确实 激善之家 必有余庆啊 他们夫妇尤其是 对于正法的护持啊 对于这些弘法的人呢 他们是非常静心啊 竭力的 在护持 包含 这个 这个乐于行善的 这个身教啊 也影响他的女儿 他在大学的时候就 对于这些老人生病啊 这么有爱心 所以父母的这些善 跟他自己本身的这些善 对于 他人生 遇到一些瓶颈啊 其实都有一定啊 化解的 无形的力量在里面 人生有两个 本子啊 一个是 你存在银行的那个存款付 有两种存款付 一种是看得到的 一种呢 是看不到的 是基的应得 这个应得往往在一些关键点上 他能 产生作用的 他可以逢凶化吉啊 你看我们世间有 很有钱的人 可是他自己或者他的家庭 的人 遇到身心问题的时候 他再有钱呢 他帮不上忙 甚至他再有第一位 他也不一定帮得上忙 但这个时候啊 所积的应得啊 能化解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 杨医师几个礼拜前 这个他 他为的这个情况 就完全 好了 那这个绝对跟他祖上啊 包含他家庭 自身呢 都是不断 积功雷德 这个是有绝对的关系的 那另外呢 提到 这个 刚好 他的女儿在拜三十五佛 拜完之后 刚好就听到人家讲 金刚青 大家觉得巧不巧啊 很巧啊 世间没有偶然的事情啊 都是啊 因果 在相续啊 为什么能这么巧 刚好 刚好 这一段 金刚青的经文出现了 这个冥冥中啊 都有佛菩萨在加持 包含我们今天 学传统文化 都有看不到的佛 这个佛菩萨还有我们的祖先 在加持我们 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死 当有众生 植诸善本 以成供养 无量诸佛 有彼如来 家为利固啊 能得如是 广大法门 摄取 受辞啊 没有一个缘是偶然的 人 有这样的认知啊 他就懂得去感恩姻缘 他不会去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那这个三星不可得案 就是一段 金刚青的教会而已 其实他就讲清楚了 我们烦恼 根源在哪 我们能放下这个三星呢 我们就当下 转烦恼为菩提了 不再被烦恼 控制了 那有一法 常常觉得很受用 就是生性因果啊 就可以调伏这个三星的烦恼 对于过去烦恼来讲 我们对过去还会 懊恼 那 深性因果 知道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世 他能释怀了 他不会去怨天尤人 所以过去烦恼 深性因果可以调伏 我们对未来有焦虑 我们对未来有焦虑 世间什么事都离不开因果啊 欲知将来结果 只问现在功夫啊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所以深性因果 未来烦恼 也慢慢可以放下 那当前 我也深性因果 那我会对我当前的 每个念头 一言一行 我都会用善的 用好的 然后呢 这个也是深性因果啊 产生在当下 非常积极乐观 去种每一个种子 去起每一个念头 也不会犹豫不决 也不会举棋不定 这个可以对峙了 现在烦恼 刚刚杨一诗四个字 安住当下 就可以对峙现在烦恼 不挑境界 随缘顺受 去面对就对了 好 我们怎么去处理啊 确实还是要 看着办 像刚刚提问 这个学生遇到这个情况了 那刚刚我们杨一诗也是有建议 这个让他的老师 让校长 让这些学校 这些 员呢 能够有所改善 那 等于是我们要关注外在环境 还要关注 忧郁症的这个孩子 他的承受 能力 比方说他已经是比较重了 那 可能我们就可以给他转换一个环境 他假如没有这么重 那当然这些我们努力去改善 因为 因为有时候你转换的 太大了 他也得适应 所以这些都要客观去分析 因人而异 这个大家听了之后不能指持一个做法 你要客观的去看 再来 很好的来调整 那 成德是想到啊 夫子之道啊 中数而已 所以只要 不管是患者 还是我们要帮助他 我们是他的亲人 我们的心念呢 能够守住啊 设身处地为他想 这是树道 然后我们自己是忠 忠是言语利己 忠是呢 我尽我的力 我毫无保留的 帮助你 就像梁医师对自己女儿 谈的那个话 你不管任何什么情况 父母都是爱你的 都会全心全意支持你 这个是父母家人 有这种中数存心 那患者自己本身 也能够理解 不要去责怪 这些外源 他也是树 不要去责怪外源 自己觉得 嗯 生命掌握在我的手上 我要尽力来改善 自助者啊 天助啊 自己有这个心态的 外面这些力量 都可以帮到我们 自救者啊 天救 自己这一念心啊 会感召很多助缘 但自弃者啊 天气了 我们自己很消极沮丧啊 旁边的助缘要帮我们 就不容易帮上了 所以这个 中数存心啊 很重要 只要有中数存心 其实我们就是用真心啊 中数为道不远啊 我们就是用真心 只要我们用的是真心 情况 就会慢慢慢慢 改善过来 好 那个现在 国内也晚了 这个睡觉是补阳气 不能太晚 阿弥陀佛